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小馨今天手里握着这台是W23 今天要跟你们对比的是这台W22 你看 这是W22 这台呢 是W21 也就是从左到右 W21 W22 W23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三台折叠屏 现在市场已经是跌破了5K了 现在市场这几台机器都是跌破行情的 所以没什么行情 你看这些机器都摆在这里 所以小馨今天拿起来给你们拍一下 W21 它的主题是一个翅膀的 你看就长这样 然后上手的话是有一点重的 功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先把外观给你们看好 它这边中轴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志性 自己的一个名字 你看 W22这个中轴就升起来就漂亮了一点 然后你看主题 诶 这主题是不是更加好看了一点了 但是它不会动画 我们看一下展开 要设置一下动画 然后我们看一下W23 23重磅来了 这个就漂亮了 这个中轴跟22区别也不大 这两台机器 你看区别不到 就是这个中轴有点区别 你看 这是22 这是23 它是金边的中轴 所以金边看起来更加经典 更加高级 你看星际天下 你看这个动画是不是很漂亮 再来一次 打开 展开 这动画 而且我看一下这23 手感也会升级了一些 手感各方面都升级了 我们看一下功能 先看一下屏幕的湿滑度 流畅 这屏幕挺流畅的 然后它前面是一个挖孔的一个镜头 这镜头我们看一下 你看 哇 这可以吧 这清晰度很OK吧 你看 这机器放在这里 都有人就是回头率的 相对来说 折叠屏的手机对比值班屏 它还是回头率会高一点的 有群众的喜爱挺多的 一展开这屏幕挺大的 一边办公 一边回复消息 看文件 这个一机两用 挺好的 我觉得这台这里 W23的手感确实是很在线的 摄像头也是挺好的 拍摄的话 这里很普通 也没有给你们怎么展示 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